雍正帝召集文武群臣和自己的兄弟们 以及来自关外的四位世袭网替的铁帽子王爷 在太和殿举行盛大朝会 雍正在会上谈谈而谈 力推新政 并对田文静等人大加表彰 最后他说道 请大家来啊 不是听听而已 而是有什么好的调臣建议 现在就说 言之无罪 像这样的会议 皇帝虽然说 有一些国家重要之事要与朱成功商议 其实你商议什么呀 你定都已经定了 还有什么可商议的 你要真打算跟我们商量 你决定之前干嘛去了 所以今天开这个会啊 其实就是宣布决定 就是发号施令的 根本没有预留什么商议讨论的空间 说跟你商议 那就叫跟你客气 你还真别拿自己不当外人 所以啊 当听到下面有人高叫 陈有本奏的时候 雍正心想 哟呵 还真有不见外的呀 可是这会儿你装听不见也不成 人家已经喊出来了 大伙都听见了 对不对 雍正扫视的群臣 用沉静的声音说道 何人有时要揍啊 只听群臣中有人朗声答道 陈刑部员外郎 陈学海有本要揍 好 陈学海 你跪到前面来揍吧 刚才我读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是让你们站着听 你现在不是要提意见吗 过来跪着提 这其实就是皇帝不待见 不爱听 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一个三十多岁 身材微胖的中年人 急步穿过了前面几个 不愿长官的行列 直到玉座前 跪下叩头道 启奏无主万岁 田文静乃是奸邪小人 勿国害民 鱼肉百姓 实乃雍正心正之大爱 岂是标榜天下之楷模 此言一出 会场上心跳速度最快的 既不是雍正 也不是陈学海 而是八爷允四 怎么呢 他兴奋的 因为这个陈学海 不是允四事前安排好的 那个率先发难之人 而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是一个意外 允四心说 我的人还没张嘴呢 就已经有人替我说话了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雍正心正不得人心 不光我们八爷党反对你 就是群臣当中 也早已有人对此忍无可忍了 雍正啊雍正 你这就叫大炮轰厕所 激起民愤 隐私兴奋的脸都发红了 急忙用目光在群臣中 搜索的自己 事先安排好的那个托 胡广不正使乐风 只听雍正对陈学海说道 你这说的都是田文静的私德 就正刚才说的几项国策 你可有什么调臣呢 陈学海连连叩头 悲愤的说道 私德不输 何来公义啊 田文静在河南啃荒 啃得积民四处流散 他实行官身一体当差 已有河南学政申报 今年河南的世子们正在准备把考 河南的官场也早有口碑啊 田一光如虎狼 强征赋应开荒 小户走四方 大户心惶惶 多少妻离子散 多少家破人亡 试问此等独如蛇蝎的酷吏 何得何能可为天下之表率 求皇上明鉴呢 一番话说完 陈学海已是磕头如捣蒜 泪出如涌泉呢 此时的乐风也已经察觉到了 八爷那期待的目光 毕竟是拼着身家性命的事 所以刚才他有一些怯场 现在受到了陈学海 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语的鼓舞 乐风也不再犹豫了 他鼓足了勇气 高声叫道 奴才乐风 有要揍我的事 丁正愣了愣 抬头看了看 好好好 你也上来 跪着跪着啊 满朝的文武大员们 刚才听了半个时辰的 容长而乏味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个个站的呢 叫腰西酸软两脚发麻呀 见此时风云突变 所有的人的耳朵 睁一下都立了起来 听见乐风这又是一嗓子 中国人有一个特别高雅圣洁的 优良传统 爱瞧热闹 只要是有热闹看 自家媳妇跟人家跑了 都不带心疼的 而且看热闹的心态是 越大越不嫌大 你别看庙堂之上 庙堂之上也是如此 大家都一样 一见这个难得一遇的场面 每个人的性质勃然而起 就连那些在角落上的小利们 都伸长了脖子 向着玉座的方向张望 与此同时 殿中的气氛也随之紧张了起来 乐风答应了一声 上前跪下来 扶手磕头说道 启奏无主陛下 陈学海刚才所言 句句事实 奴才的湖广 比邻河南 外省流入的鸡民中 十个里道有九个是河南人 田文静去岁报的是丰收 而且有家和祥瑞为凭 他这么做就是欺君 田文静自从获得雍正的赏识以来 从一个六品金官 骤然升至巡抚总督 各级的官员里头 本来就没有几个福气的 再加之田某人力推新政 在百官中脱颖而出 犹如鹤立鸡群 更是遭到了来自同僚们的排挤与赠武 因此田文静在官场的人望极差 这回子见有人弹劾田文静 大家乐见其成 会场上历时沸沸扬扬 众人交头接耳 更有几个早就打算攻击田文静的 也打算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来弹劾田某 在下面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张廷玉做了几十年的宰相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 他走出队列也不言语 只是用冷峻的目光向会场各个方向扫去 张廷玉是西朝元老 两朝的宰相威望甚高 即便是在大殿之内的那些大园里面 也是极多的门声鼓励 因此在他的目光威慑之下 会场渐渐的安静了下来 老头也不说话又站了回去 允四和允堂迅速对望了一眼 都意识到遇上千载难逢的机会 雍正的新政本来就商机不少高官显贵 先从田文静的事上扒开一个口子 再蜂拥而起 痛批时政弊端 然后提出八王义正顺理成章 到那时候众怒难犯 不怕他雍正不服务 允四咬着牙把心一横 放鸟踹笼子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 他用手帕捂着嘴轻轻的咳了一声 这是事先商定好的暗号 只见东亲王永信应声而起 臣有话要说 然后他不带雍正的允许 便连珠泡似的开口说道 一个礼位大字不识几个 皇上禁派了他两江总督 还有一个田文静弄得天怒人怨 这新政既然好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反对 请皇上把这些都说清楚了 对 请皇上给大伙说清楚了 这么一来 刚刚被张婷玉压制住的会场 再一次骚动了起来 陈学海乐丰与永信的话 竟然可以获得群臣们广泛的认同 这是雍正始料未及的 此时的雍正才意识到 危险远比自己想象的更为严重 并且正在逐步向着自己逼近 他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心里慌得突突乱跳 两条小腿也惊乱的微微颤抖 方包见此情形默默的离了位 站到了允祥的身后悄悄耳语了几句 十三夜不动声色的起身离坐 悄然出了电门 来到了外面 他朝着不远处的图里针招了招手 后者一路小跑着就过来了 到了跟前一边 打签行李一边焦急的问道 十三夜 我听说里头闹起来了 是吗 嗯 允祥点了点头 刚要说话便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止住了咳嗽 喘息的说道 你 现在立刻去办两件事 一是立刻调集两千扇平的兵 就按照我昨天晚上吩咐的 把关外来的那五百铁骑给我看住 无论官兵不许任何人随意行动 喳 记住了 能不动手尽量别动手 稳住他们即可 喳 另外 一火速给我吊一盆御林军果 待会听我的号令 我叫你拿谁就拿谁 甭犯嘀咕 喳 涂里针领命之后 转身叫走 但他想了想要站住 回过身来 对运翔说道十三夜 那个恶伦带 兵翔冷哼了一声 说这个不用你操心 今天恶伦带就是躲厕所里 放个屁旁边都有我的人能闻见味 狐狸身听着差点没乐出来 心说得亏没派我去盯着恶伦带 十三夜这就是堂科我呀 遮 随即涂里针一路小跑了就去办差了 他走之后 兵翔又咳嗽了好一阵子才渐渐的止住 当他再次返回大殿时 一看殿内的情形不禁 大吃一惊啊 此时大殿内已经乱了套 陈学海跟乐丰已经退下去了 这会子跟雍正正面硬刚的 竟然是十四夜允骑 而九爷允堂也出马 对阵张廷玉 由刚才的单打改成团体项目 只听允堂怒声呵斥道 张廷 你要侠缺乱政王 你算什么东西你 充其量 不过是我满人的一条狗啊 只见允堂指着张廷玉的鼻子 说你凭什么说十四爷身子骨欠安 让三爷陪十四爷回府啊 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雍正对自己的这一位九弟一向就没有过好感 此时见他辱骂张相 便厉生的呵斥到允堂 你这是犯疯病了吗 张廷玉乃是先帝老臣 设计长城 你竟敢当着镇的面这样子骂他 听你这话中之意满汉还有分别不成吗 永信大声的回呛到万岁 满汉怎么就没有分别呀 列祖列宗八旗义政里头可有汉人吗 承诺也立刻想着说对 东亲王说了对 八旗义政有什么不好 勒布托也捋着他那血白的胡子说 言之成礼 言之成礼呀 在列祖列宗的手里 汉人他就是汉人 满人他就是满人 他怎么能乱了规矩呢 臣等请皇上恢复八王义政的组织 此时是八爷一方人多势众 已经稳战上风 殿内的群臣 一部分人袖手旁观的继续瞧着热闹 另一部分人受到了陈学海 乐丰以及几位王爷的鼓舞 也想救新政与雍政理论 事态逐渐开始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了 十四爷允帖大声的说道 我本来听十六帝的劝告 今天朝会上不想说话 可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只想问皇上一句 我到底犯了什么王法 把我囚禁在东陵 死不死活不活 人不人鬼不鬼 连个身边人都护不住 我还是不是圣祖爷亲命的大将军王 我还是不是当今万岁的同胞兄弟 竟受如此之待遇 天理何在 方包立刻反唇相激道 先帝爷驾帮之时 十四爷大闹灵堂 太后重病 十四爷言语不紧 难道无罪吗 万岁爷顾念兄弟之情 仅消去了王爵 请十四爷守灵读书 十四爷身边的蔡淮喜 跟钱运斗二人都结汪景旗 胡谋劫持十四爷造孽 万岁除首握之外一概不问 这难道不是保全兄弟之心吗 允死一见允提被问得仗红了脸 他突然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的 儒者风貌大声说道 十四爷跟万岁说话 你是什么身份 容得着你来插口吗 雍正接口回答道 你们跟朕说话 尚且连连插话逼问 方先生乃是先帝之友 这样的身份为何不能说话 然后他又把脸转向十四爷说道 允提 我知道你不就是指着瞧眼帝的事情 想说朕是一个邪淫的昏君吗 好 朕回头就让你们两个人见见 你自己去问问他 朕到底有没有过非礼之事 此时果亲王承诺再次站起来说 当年我们入关的时候 总共有十二万兵马 横扫中原 真是我们其人不行了 还是朝廷现在的制度有问题 当然是制度有问题 把老祖宗的制度全改没了 能不出问题吗 在众人的咄咄逼问之下 雍正白口默辩 他忽然感到一阵悬孕 便指着坐回位子默然无语 庄亲王与陆一见情况紧急 便赶紧出来解围道 请诸位稍安勿躁 有话从容沉奏吗 皇上原言有旨意 即便是八王义正 也不是不能提的 或者呢 先让尚书防疫一下 咱们再另找时间专门商议也是正理 雍正听完了语露的话 两只眼睛惊得老大老大 狂吼着说 朕几时说过这个话 这一句话可是把语露给问蒙了 他立刻转眼看向红石 又看看雍正 结结巴巴的说 三倍了 说是皇上的意思 雍正又把那个快喷出火来的毛子 转向了红石 红石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颤着声音说道 儿子罪是胆小 哪敢假传圣意 儿子只是说八王义正 皇上另有安排 想必是十六叔误听了儿子的意思 雍正又再次叮向了雍露 说道老十六 人都说你老实 你居然敢矫照 哈 雍露脸色煞白的 看着红石 心中是惊恐羞愤恼怒 五味杂陈 他双唇哆嗦着 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但是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人家红石毕竟是雍正的亲儿子 自己如果再辩白下去 或许结果只会更糟 想到此 他低头说道皇上 臣弟这会儿心思乱 我实在记不清了 臣弟是个十六龙 您也知道 也许 也许是我误听了 雍正弟勃然大怒说你误得好 紧跟着啪的一个大嘴巴 把雍露扇的一个猎切 这下好了 估计庄亲王另外那只耳朵也保不住了 雍正弟于怒未消的吼道 算朕糊涂 用了你这个笼子办事 消去你的王爵 回去闭门思过 滚 雍露双眼饱含着泪水 委屈胆怯的看了看雍正 透头气声说道 罪臣灵止 闲 然后他站起身来退了出去 雍正又用眼睛扫着关外的诸王 以及隐四等人冷冷的说道 正看咱们还是开门见山的好 你们是想当这个皇帝 不放站出来去说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此时对阵的双方都已经明白 是到了该叫针扎的时候了 东亲王永信 果亲王承诺 简亲王勒布托和九爷允堂 以及会场上的一众八爷党的成员 都把目光齐刷刷的集中在 连亲王隐四的身上 隐四刚才一直在观测 评估着殿内的情势 并且用急切的目光 向殿外搜寻着恶伦带的身影 但始终都没有找到 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恐惧的感觉抓住了他的心 隐四的大脑在飞快的思索着 他在想假如自己临阵退缩 又会怎么样 或许雍正会重新发落自己 但是那个白衣如雪 领袖一党的八贤王 在人们的心目中将会被一条 贪生怕死 摇尾起怜的哈布口所取代 他自己的一世英明也将毁于一旦 隐四清楚的意识到 无论恶伦带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自己此刻也已是骑虎难下 想想几年来自己在雍正的手底下所过的屈辱的日子 难道自己的余生也要这样度过吗 最后他把心一横起身说道 皇上 臣有话要说 隐四先是说我大清江山到了圣祖人皇帝时 政治清明 版图一统 百姓安居乐业 人称康熙盛世 可是到了当今皇上这里 您却说什么圣祖晚年 眷于朝政 励志腐败 国弱民穷 仿佛圣祖留下的是一副不可收拾了烂摊子 然后隐四又隶属雍正 自登基以来的种种施政之处 年耕摇乃天下巨摊 耗尽国家财富 边境之患仍未解除 田文静乃是一奸臣苦力 以至于河南民怨沸腾啊 百姓流离失所 然后他又把话题落到了雍正新政上 说新政如何如何不得人心 以至于失去了天下读书人与士绅对朝廷的支持 最后的结论就是 雍正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治理好天下的 过而实行八王义政才是正确之法 而且是势在必行 隐四大意凛然慷慨臣辞 一席化获得了众人的交口称赞 允唐跟永信二人更是大声喝彩 并且再次叫嚣了要雍正恢复八王义政 此时的雍正帝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年 他虚弱了坐在玉座前的台阶上 仿佛随时都会倒下去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事情再次发生了转机 只见礼部班中一个年轻的笔帖士 竟自走到了大殿的正当中 对着雍正叩头施礼道 启奏万岁 刚才听几位王爷提到八王义政 微臣对此略知一二 想在这里说到说到这个所谓的八王义政 不知皇上是否准许 允唐在一旁问道 儿是何人 陈乃内务府笔帖士于宏图 允唐突然狂笑到今儿个 可真是乾坤倒置了 连一个这么大的小官 也敢在庙堂之上跳梁行威 于宏图不卑不亢 老鼠胡子一翘一翘的说到九爷 今日是朝会 主子并没有说极品以下 不许发言 卑职跟着庄亲王办理起物 熟悉内情 欲再次据实陈奏 有何不可呀 几句话说了 允唐一愣 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允四一拍一张的扶手 力声喝道 你狂妄 我府里的三等奴才也比你大些 你就敢这么着跟九倍了半嘴 于宏图转向允四平静的说到 回王爷话 这是万岁的龙廷不是八爷的府上 卑职是万岁的命官 也不是八爷的奴才 此刻就连雍正也没有想到 在威莫小臣的行列里竟突然杀出这样一个人物 他用极为赏识的目光盯着这个貌不出众的小官 用手指着他说道 于宏图你听仔细的 朕调你督察院进封玉石 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吏了 你站起来放胆讲 于宏图叩头谢恩 口称尊旨 于宏图站起来清了清嗓子 微微低头 似对全场而言 又似自言自语 从容的说道 八旗一正乃是圣祖爷所费 难道圣祖爷也会错误 大伙一听那谁还敢说你错呀 是不是 于宏图接着又道 几位王爷口口声声不离八旗一正 请问当初上三旗的旗主是谁 下五旗的旗主怎样昭格 旗下的左领牛鹿们都是谁 在哪里办差 有哪位王爷知晓啊 见众人都面面相觑 于宏图更是心里有底了 紧接着便开始朗朗而言 洋洋洒洒 他先是说 根据八旗通知的记载 起初并不是八个王 而是十个王 因此也叫十顾山执政王 到了天命六年 又由四大贝勒和其他四王所替代 这就是所谓的八王义政 但此后凡有大事 参与义政的又不定是这八个人 于宏图真正叫做熟知青史 记忆力超强啊 连哪一次会议由哪几个王参政 哪几个王没来 为什么没来 都说的背戏无疑 算来竟然没有一次是完整的八王义政 他心思灵动 口才一流 真是讲得会声会色 使人犹如身临其境 最后他说到 八王义政非但不能事权统一 还容易引起济觎大卫之心 倘若八旗各自为政 那么西晋的八王之乱 便是我大清的前车之鉴 到那时非但无今日之大志 诸王又何能安慧圣经 世袭罔替 一篇华文至此结束 掷地有声 鱼音绕两 然后他极为潇洒的向雍正叩头说道 狠你揍完 此时在殿门口的允祥 对这个于宏图真是感激万分 他最怕的就是图里琛带兵 到来之前这里的局面大乱 那个时候虽然也能弹压下去 但是在这堂堂朝会上拿人 毕竟不是什么体面事 也难以善后 因此于宏图若是能够以礼夫人 平息这一场骚乱乃是上上之选 就即便只是为自己的调兵遣将 争取一些时间也是好的呀 雍正帝此刻也是大喜过望 他在心中惊叹不已 像这样的一个人才近在咫尺 却被淹没在紫禁城内 直到今天才崭露头角 听完了于宏图的介绍 会场内再次响起了嗡嗡嗡的议论的声音 不同的是 此刻的舆论已经朝着 有利于雍正的方向发展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意识到 恢复八王义正根本就不可行 就在这时 人们从敞开着的大殿门清楚的看到 一千名羽林军配刀持枪 在图立琛的率领下杀气腾腾的列队站在外面 此情此景使得隐私 隐唐跟永信三个人彻底绝望了 他们知道恶伦带不会再出现了 隐私的心底里泛起了一声悲凉的哀嚎 一切都结束了 此时的大殿反倒忽然安静了下来 与刚才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只是偶尔传来几声允祥的咳嗽声 十三爷与在玉座上的雍正交换了一个眼色 雍正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他知道自己的这一位身体已然支离破碎的弟弟 已经掌控住了局面 再加之于宏图方才的一番华丽演讲 自己已经赢定了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连忙吩咐人给十三爷搬过去一把安乐椅 让他坐下 允祥坐下后喘着粗气开始说道 各位王爷 今天是朝会 你们把你们各自想要说的话也都说了 刚才于宏图已经说得很清楚 根本没什么八王一争 各位现在明白了吗 皇上也说了 今日严者无罪 因此请几位王爷放心 只要你们忠心是主 皇上是不会跟你们计较 此刻就听见玉座上的雍正 发出了一阵凄厉的犹如柴轿般的笑声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毛骨悚然 雍正用他那阴沉的声音说道 你们今儿个总算都亮出针章来了 现在朕要告诉你们的是 父皇既把这万里河山交给朕 朕就要把他治理得固若金汤 创一代清明之士 谁阻了朕的这点子志向 朕就绝不容情 朕就是这样的皇帝 就是这样的汉子 涂利臣 奴才在 涂利臣本来就站在殿外的眼下 一步跨了进来 啪的打着一个签 主子有何旨意 你八爷九爷和十四爷今儿个都累了 由你部军统领衙门护送回王府 奴才领旨 涂利臣站起身来向外面摆了摆手 立刻进来了四名千总 向雍正行的军礼 肃然不动 涂利臣靴子上的马刺踩着金砖鸡丁作响 他静止走向了隐四 打了个签说 八爷九爷十四爷 奴才奉旨送各位王爷回府 隐四豁然起身讥讽的狂笑道 皇上 送走 无非是一死而已 兄弟们 就等着你来杀了 老九不要农报求人 走 雍正又把阴沉的目光 盯向四个已经被吓得面如土色的王爷的身上 十三爷一剑赶忙抢在雍正说话前 对勒不托等人说道 你们还不赶快向皇上认罪啊 真的要皇上 费了你们头上的铁帽子不成吗 臣等臣等臣等罪 然后允祥仿佛自言自语的说道 天命六年 太祖五皇帝曾与忠王对天焚香共同祈祷 无子孙中纵有不善者 天可灭之 悟行伤已开杀戮之端 几句话下去 雍正帝似乎清醒了一些 额前抱得老高的青金也渐渐的隐去 脸上的神色也平缓了下来 他轻轻叹息了一声说 知罪就好 不过正看你们只是为法 并不是真的知罪 于宏图刚才讲的这些就当做是你们的功课 下去之后好好温习 朕念你们只是无知 就不打算对你们诸禄惩处了 但自今日时 哪一个再敢冒险发难图谋不轨 朕必取其手计已示天下 你们且退出前清门后职吧 四个王爷磕头细胜爬了起来 垂头丧气的朝着外面走去 雍正想了想 又招手说道锐亲王回来 朕落身上抖了一下 连忙回过身来 驱至雍正的面前跪下说道 万岁可有何胜誉 雍正说难得你不忘那堆里搅和 多尔滚老王爷见你这样 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朕落激动的浑身颤抖 泪水夺矿而出 哽咽着说道生我者父母之我者皇上 以臣王所居的位置 像方才那样的情形 不义出头与诸王纷争 求皇上明见 雍正点点头说道当然了 朕心里当然明白着 你若出头站到朕这一边 外人就会以为咱们买人内讧 你也是相信朕能够自己处置的吧 所以朕很欣慰 但你已是世袭枉替之亲王 朕无可赏赐 王冠上可再加一颗冬珠 除世子之外 再从儿子里面挑一个封为郡王 都落听罢 感激涕灵千恩万谢 雍正又转身对云指说道 三哥呀 你出去传指 到老八老九老十四那里走一走 告诉他们要安分一些 在家静候朝廷的处分 你带着涂离琛一起去 叫部军统领衙门 负责这几个王府的护卫 去吧 就在雍正安排善后之际 允祥的面部突然痛苦的抽搐了一下 紧接着便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继而便倒了下去 雍正豁的站起身来扑向允祥 大殿内也开始骚动 皇上 臣弟要去了 不会的 吴先生说过 你有九十二岁阳寿 九十二岁 明白了 连日待夜 正是四十六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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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